今日,在日本举办的中日韩运动会上,中国男族幽19国庆队可算是为国人姚美吐气了一番。 在此次运动会上,男族也是取得了两胜一负的战绩,手吵在面对日本时,虽然输了一局,但是在随后再战日本时成功扳回一城,接着又是四比一大胜韩国棒子,实在是大快人心,而国族这回真的是可以庆祝了。 在面对亚洲足球强国时,也是大胜而归,却是正半人心,在此之前的中国男族,在面对日韩时,根本就是双腿发软,不斩而返,中国足球已经有很久没有打败过日本跟韩国了,而这次,虽说的第一场输给了日本,但是在随后立即找回了场子,而这次胜利也是近些年来。 中国对阵日本的第二次胜利,上一次是中国男族U22战胜了日本U20国家队,虽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,但是对于中国来说,龙基林就已经很不出错了,而国亲队取得这样的成绩,这与教练的战术以及平时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,主帅贾秀全就是第二次执教国亲男族了,而在这一次,他直接强势归来, 一切按手段整顿国亲队的作风,直接宣布纹身与染发的球员,将直接被清退,而现在的国亲队正是中国足球的希望,不能让他们再被一些不良其性所污染了。 为了中国足球的未来,对这些国亲队的队员严格要求,是非常有必要的。 在他的强硬态度下,国亲的作风也是焕然一新,而这次所取得的成,就也是他强势改革国亲的结果。 如果没有铁的纪律,自然不会有成绩可言,这一点不论是对于国足来说,还是对于其他的来说,都是同样适用的,而对于这一点,作为国足主帅的李皮也是深知的。 在国足定照张玉宁回国的时候,张玉宁也是无故推迟归队,而李皮也是大怒,当下直接表示张玉宁不用回来了,而后张玉宁也是向李皮解释人爷,李皮则是一句不听,坚持着自己的主张,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 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话,而今日韩两国都将这句话运用到了极致,所以他们的足球队,才会是世界杯的常客。 而相反,正是因为我们国足的反漫无纪律,才导致了近些年国足的成绩一落千丈,甚至是一笔五输给了泰国。 而今贾秀玉宁女皮,有重整纪律,对国足来说,又何尝不是一件好训呢? 对此,你们有什么看法呢?